欢迎大家来到每日亮光 我不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 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所读的经文在长篇文字叙述地名 或者祖福的时候 读完 好像没什么感动与亮光 而在这历代志上 第三章第四章这段经文当中 在一堆人民之间 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有一位魏肯生博士 特别将焦点放在第九节 与第十节这两节 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叫 《雅比斯的祷告》 相信很多人都读过 这本书成为一本非常出名的畅销书 销售了九百万册 但是因为圣经翻译上的问题 常常有人误会 以为雅比斯这个名字的意思 就是痛苦的意思 所以有些牧师他就特别说明了 雅比斯记不来原文的意思 以免有人来误会 其实雅士比的原文 才是痛苦的意思 由于雅比斯的母亲 生他甚至痛苦 希望痛苦远离他 就称他为雅比斯 而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 圣愿祢赐福于我 保佑我不遭患难 不受艰苦 神就应允他所求的 虽然我们可以求上帝 赐福于我们 让我们生命有突破 不遭遇到我们所不能忍受的痛苦 但是不表示我们绝对不会遭患难 我们仍旧要会遇到困难 若是上帝赐福于我们 若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当然我们什么都不用担心 可以依靠上帝度过 生命当中的低潮与危机 如同在主导文当中 叫我们不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这里不是说我们不会遇到困难 反倒是能够依靠上帝来胜过 基督的信仰 不是祈求平安无再的想法 今日你我都可以依靠上帝来得胜